大家好,欢迎来到艾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艾门 过了元宵,代表农历新年结束 该回归归律生活 特别是春节期间大的美食 无限制的享受甜点,糖果,饮料等 过度适取的热量也该还在啦 想必不少人,开工后就开始减肥 但随着年纪增加基础代谢率下降等因素 可能努力半个月,体重却依然不减 减重困难,一部分是来自不良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所致 特别是这四个不遇受原因 赶紧检视自己中了几个,赶快戒除 有着试习惯等于宣告减重失败 进食过快,食物吃下度后 至少需要20分钟才会产生饱足感 因此当你进食速度太快 会导致无法及时收到饱足信号 因而过量进食,摄入过多热量 也会增加胃胀和消化不良的风险 水分不足,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会影响新陈代谢 导致身体无法有效的代谢脂肪和消耗能量 且口渴可能被身体无认为是想吃东西的讯号 因而摄取过多热量 建议每日达到体重40倍的水分才足够 缺乏运动 增加运动量来消耗多余的热量 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提高身体的脂肪燃烧效率 反之,缺乏运动锻炼肌肉 导致肌肉量流失 基础代谢率随之下降 体重难以减轻 依赖节食和快速减重方法 极端的节食和快速减重方法 让身体缺乏热量与营养 降低新陈代谢 同时燃烧肌肉提供热量 使脂肪比例增加 肌肉比例减少 一旦回复正常饮食 体内脂肪快速堆积 就会产生溜溜球效应 越减越肥 要达到理想的体重和健康状态 选择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并保持耐心和毅力 才能见到成效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